上次有一个老爷爷梦游 就是上次一个老爷爷说梦到 看到心灵法门的法传很大多是年轻人 那师父能不能这次你给年轻的佛友开始一下呢 记得您曾经开始过一次 这次您再给我们年轻的80后90后00后开始一下吧 开始什么呢 开始什么呢 开始生活和婚姻吧 呵呵呵 要讲有得讲啊 80后90后00后 很简单 不管你什么后 做人不能脸皮太后 呵呵呵 我告诉你 首先一个人做人要凭良心 良心就接近你的本性 学博人自有良心 所以不贪求 就是凭良心做事情 一个人一贪就没有良心了 听得懂吗 第一个 第二个年轻人容易觉悟 也是真的 但是年轻人又容易丧失自己的觉悟 这也是真的 年纪到的人比较固执 执着我见 不容易修 但是年纪到的人一旦修了 他就不容易变化 所以这都是优缺点 所以现在末法时期 年轻人因为很多都是天上的仙人菩萨 下来度人 还有的很多是前世有缘分 今次到了末法时期 应该到自己能够有一个果位的时候了 所以才会闻到这个佛法 所以年轻人现在更容易修 希望他们一定要懂得 千万不要忘记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使命 如果这一两辈子还不能修成的话 那么他一时修成做不到 那对不起 可能他就没有再有来世了 因为现在末法时期 现在人跟人的感情 人跟人的欲望 已经到达了爆发的景点了 因为每一个人都自私到了顶点了 也就是说自私到了 连自己的孩子跟爸爸妈妈都不能容忍 自己跟自己天天睡在一起的太太跟先生 他也不能容忍 对谁都不能容忍 只有对钱能容忍 所以人的思维已经彻底变化 在这种末法时期 如果你不学博的话 你很难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证物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掉下万丈深渊 掉到欲望之中 那你可能下辈子投的是猪 投的是狗 或者投的是牛 你离开人越来越远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上 人都是在出我畜生的事情 人就为了自己的利益 不顾一切的 去损害别人的利益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就是现在为什么不要投人 投人很难再回到自己的故乡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开始